来到伊达绍商圈满街的店家贩售许多美食 是许多游客来日月潭的必经之地 但也衍生出许多垃圾问题 为此日月潭形象商圈发展协会 特别设立游客专用垃圾分类回收站 除了原先的一般垃圾以及回收以外 还有竹签回收的桶子 但依然还是有许多游客没有做到回收的义务 造成许多困扰 自从明明有写回收 有写一般垃圾 可是客人就是一整包就丢下去 对啊你丢下去之后 我们这边的垃圾是他还收的时候 你没有分类的垃圾他就是不收 那现在就是我垃圾桶设了 可是分类的工作谁要做 你要总要花钱请人用吧 那这个钱谁要出 所以不是没有设垃圾桶 问题是设下去之后客人不分类 造成很大的困扰 你变成要还要请一个人 转成在那边跟客人讲说 你要分类你要分类你要分类 不讲就是没有人分啊 都有啦你只要吃的都有 啊饮料罐什么的 啊客人就是都习惯性就是一包 甚至他连饮料杯他都给他塞 塞完他就丢下去 可是这两种就是要分开啊 啊问题是这要谁做 虽然商圈内垃圾桶不多 但有游客也认为 这节垃圾要自己处理 要做好回收的义务 就算没有垃圾桶 也要自己带走 就是要宣导分类 然后垃圾桶这样才有达到 它的效果这样子 对啊如果没有垃圾桶 我们就哎我们旅客就自己把垃圾处理 对带走就好了 不要乱丢就好了吧 那毕竟垃圾桶多不多 你要自己要不要把垃圾带走最重要啊 对啊 垃圾桶多是比较方便啦 不会造成困扰这样子啊 但是也要有人清理垃圾啊 不然你乱丢垃圾溢出来还是 还是很有爱观瞻啊 职业谈形象商圈发展协会理事长 先议员石青龙 特别呼吁大家 共同来爱护这个环境 商圈这边 当然希望能够对于我们 这个会员店家 往后就我们商圈的服务品质 跟一些产品的品质啊 卫生 还有我们店家的 这个自信跟共同应该 互取的 村落商圈里面的环境 卫生 这方面能够当互取 分摊我们的 应该要负担的这些责任 来到观光景点 除了放松心情旅游外 再享受美食之余 希望游客们能够自爱 落实垃圾分类 避免造成地方的困扰 记者邱品逸 与此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